曼夏俊 作詞 și曲 君 Kig 作曲 君 君 D 缓енным 酸汐 作詞 君 Kig 缓嵐的凡暖暖的 吹过了天际 我喜欢身边有个傻傻的你 调皮的样子到端总是不分实际 做让我不讨喜的事情 可是我每次望向你眼睛 深藏的温柔总远拍在我心底 仿佛你陪我一路走来带着失眠 走软的地方全被你占据 我亲爱的谢谢你烦满我的内心 阻挡我每次被孤单寂寞清醒 我深爱着的你在我的脑海里 一线杯壳上转树印记 布缝下来之后就不断的扫市场 那也欢迎陈市长加入我们的行列 只是我想这个凤容市场 可能三天之后就可以看到陈市长的身影了 所以哪个市场需要市长去市场一下 就先告诉柯之恩 五台车不像他的又是LED灯 又是蔡总统的读稿机 我觉得对庙口来说 就是能够直接走下群众里面跟大家对 而不是要用红龙把它围起来 否则的话你就在室内里面 找一个五星级饭店就好了 庙口应该有庙口 人民是最大的声音了 是 问题你可以看到昨天跟今天 我们的空品甚至昨天已经达到的 这个红色警戒 我想大家都有感觉 那空屋的确是历届市长都想解决的 那以我个人来说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像是我们要用天然气来代替煤 不如说像大龄的这个火力 还有我们的 对不起 星达的火力跟大龄的超超灵界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强调应该用天然气来代替煤 这才是一个釜底抽新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希望它2024就能够提前除疫 那另外呢 我们认为在绿色运输的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像是有关电动车的一些的补助 我说电动摩托车的一个补助 比照其他的县市来做一个 让这个程序上面补助的程序 能够更加的一个完善 还有我也关注到了 目前在高屏总量管制的这个部分 第二期应该在2020年就应该来制定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所以应该从法规上面 一一来做明确的一个标准 这是对于空屋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刚刚提到陆屏 像我这次到高雄来 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在怀念李四川副市长 那个时候呢对于陆屏对铺的这个路的上面的一个称赞 所以我相信比对这个李四川的这样子的一个铺路的一个功夫 现在应该大家好好的应该再来思考一下 如何让这样子的陆屏可以是更为市民所需要的 那你刚刚所提到的水质 我个人认为说是像你更换老旧的自来水管 还有包括对弱势的这个所谓进水器的一个补助 甚至我们降低我们水的这个硬度跟它的固体溶解度等等之类的 都是应该我们要加速来做一个处理的 不合市民的需求 那目前为止陈市长所做的很多的运动中心都是改建 或者是用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学校的体育馆来做一些的增补 那跟市民所说的一个期待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我刚刚只是指出来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 应该是指向新北这样的一个设备 这才是我所认知的国民运动中心 那我的很多的运动政策有很多啊 他大概没有看看我过去的一些脸书或我的一些的发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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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